どうもアガルです アガルHKTV的yougosso 又到了2021年浸梅酒的季節 YEAH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上一段影片 就是開箱了上一年的梅酒 大家看看我已經入了瓶 這一瓶就是燒灼底的梅酒 大家看到顏色很清澈 這一瓶這麼深色的就是我去年巴蘭地的梅酒 這裡稍後就和家人一起喝 由於上次試過這個白蘭地的梅酒 實在是很香濃 今年決定繼續浸 這是新德里的VO 用的白蘭地酒底 詳細的做法是可以看上一段影片 最主要我都是一層梅一層冰糖去浸 浸夠一年就更香濃 這次仍然都用回我們用的補燒契 因為上次浸出來的梅酒 真的太清爽很舒服很好喝 全靠這個補燒灼 味道不是很搶 充分出到梅的味道 好了 但是呢 今年呢 但是今年呢 我決定呢 就將這個燒灼底的梅酒 再將它加一個新的口味 就是鑑於上一段影片 有網友曾經留言問我 喂 你會不會加一些鐵觀音的茶葉 嘩 真是一言驚醒洛克人 原來在日本是有綠茶味的梅酒 好 今年呢 我就決定加入綠茶下去浸這個綠茶的梅酒 一支是白蘭地的梅酒 一支是綠茶的梅酒 今次呢 就用了這個伊藤原的Oil Oja 你看看 我用了這個茶包 就這樣放進去浸 對 待會我就開封了 好 我們再看看我們今年的梅酒 也是很漂亮的 原熟的藍高梅 對 大家看看 原熟熟到黃色通透紅色的藍高梅 藍高梅的香味實在是非常之好味 好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開始浸了 じゃあ梅酒を作りましょう Yeah 好了 我們今次用的瓶就是 上年浸過梅酒瓶 白蘭地的梅酒底的瓶 我們用白蘭地酒底的瓶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做 好 好 好了 大概一瓶梅就用了一包冰糖 差不多一份量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些瓶子V-O倒進去 好 好 好 記得了 如果有空氣的時候 記得要摸摸摸 拍一下 讓空氣走出來 我們又可以再浸了 好了 把它們關掉 好 好簡單 OK 接下来我们浸烧灼底的梅油 今次我会将这6茶包加进去 这茶包加起来有39克的茶叶 加起来会比较浓一点 所以我决定用一半的份量 即是这里有10包的茶包 我会把它全部剪进去 这个茶包除了有绿茶在里面之外 同时也有抹茶在里面 相信一年后出来的绿茶梅酒 应该会有抹茶的味道 应该也挺好喝的 这个绿茶梅酒就放好了 今次因为我们加了绿茶 那梅就放少一点了 希望它的苦味和酸味和甜味有一个中和的作用 今次的梅我们就放大概七成左右 再加上大半包的冰糖再加上茶包 希望我们一年后就可以喝到绿茶梅酒 好 现在我们加上这个烧灼 好了 2021年的梅酒就浸好了 其实还没浸好的 只不过是刚刚放好 这边就是新的绿茶梅酒 大家看到是茶包在里面的 加了一些烧菜进去 其实已经开始有绿色出现了 希望我们可以浸出一个好吃的绿茶梅酒 然后这边就是白兰地的烧菜 今次这边的梅酒多一点 希望再香浓一点 加冰下去喝真的很好喝 好了 那我们就以今天为开始 我们一年后再开箱这两瓶酒 希望今次和常年一样成功 好了 如果喜欢我这段影片的朋友 请你记得按个like和share给你的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我这个channel 希望我们下年开箱的梅酒 好像今次一样 那么香浓那么好吃 OK では皆さん よろしければ 私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 バイバイ by bwd6 b